我們在時域上面 GT 零 VT 只要I 我在Fator 斗梅有這種事情 我們就試試看 我能不能說 把這個V把它換到 Fator 斗梅 把I 換到Fator 斗梅 兩個相乘出來 一樣是Fator 斗梅 接下來我再把它換回時域 我就得到時域的功率消耗 我們之前運算 我們算不是那種V雷 V雷 IZ 嗎 我們都是把V 或I 把它換成Fator Fator 那邊算了半天 再換回時域的一些結果 有朋友會說 那這樣子我是不是 算功效耗的時候 我也是把Botage 把電流也換到Fator 用很簡單的 項量運算 算出來之後 再算出大功率消耗 再跳回來變成時域的功率消耗 那這結果是錯 那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說好像兩個相乘 那就是Vm Ia 小C打V 加上C打I 假設就把這個 因為這個是Vodage 這個是Current 把它兩個相乘 得到像這樣的結果 這個是Fator 我把它換回 時域的話 它就是 VmIa 我們來P 加C打V 加C打I 欸 那這個東西 我再回去跟上面這個東西 喔 這完全是不一樣的東西 為什麼現在 我在這邊上面用時域算 比如說像我在Facer 應該也可以得到 類似的結果 結果不是 在這邊 在這邊 就要去跟各位提醒一下 其實我們在Facer的運算 其實它有 它是 那時候我們在行動的時候 我們是 限制在就是 它是B Iz的簡化 OK 比如說你會算說 I給V除以Z Z V除以I 或是 Iz給V 你會去找 你找到其他的運算 它的Facer運算 它只局限於 在這幾個參數的變換上面 其他的東西 則無法使用 你不能把這個Facer 這個程度 帶到其他的地方去 不能就是自己去想說 這個P雷ID 然後P雷D的平方 除以R 或是應該說除以Z 可能會覺得說 那我就是全部都到Facer上面去了 在交流的世界裡面 我全部都 就是把Facer當作一個 P雷D 反正就 D雷D要除以Z I與方乘以Z 他們就要A 好 就把你在池流那邊 學的式子 全部都把它帶進來 那這樣會有問題 那比如說像這樣子 你可以在這邊直接看到一個例子 就是 我直接把B層的I 它是像這樣子的 Facer算出來 再帶回X 但是你實際上你在食慾上面 所得到的事實是常常像這樣 他們兩個根本就不一樣 接下來我們要講的就是說 針對這個平均功率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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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這個負債上面 我們假設一些 特定的狀況 特定的狀況就是說 就是我把它擺到電阻 或是電感跟電流 純的電阻 或純的電感跟電流 假設說你在一個電阻上面 你加一個跨壓 這時候它產生出來的電流呢 它的相位會跟它的跨壓是完全一樣的 會有像這樣子的狀況 對於電阻而言 假設說今天 你有一個電阻 你給它一個直流的電流 它的電流是 它的角度是C-I 接下來你要看它電壓的角度 它的電流直接就是 它的電流乘上一個R 這個R就是一個比例常數 所以說你可以想說 它在電壓上面 它的角度也是一樣 其實不一樣 這個東西 我們在K則來表示的時候 是用像這樣子的方式來表示 左下角 它們只有半徑上的不一樣 角度是完全一樣 所以說這個呼應了上面 這個C-V 就是C-I 等於C-I 假設說我對上面這個平均功力消耗這個式子 我去代入C-V等C-I 它變成零多 所以說是cos的零多等於1 那前面這邊呢 就是2分之1 pn-in 那接下來呢 我們又知道說 對於這個pn跟in之間的關係 就相當於說這兩個 就是 in就代表這個i向量它的半徑 vn呢 代表這個v向量它的半徑 那它們兩個半徑 基本上是有一個比例常數 就是 vn 等於in 乘與r 所以說你又可以用這個式來換 把這邊這個vn 用in乘與r來換 所以它們2分之1 i乘與r 那後面再換 這邊呢 這邊呢 是把這個in in指的是這個半徑 那基本上我們把這個向量呢 再加絕對值 向量加絕對值 就等於它的半徑 這是針對於這個 電子的狀況 你可以看到 這邊這個是2分之1 pn-r 好像跟我們前面學的那個 i比方R不一樣 它就不一樣 這邊前面都有2分之1 不過這樣這個式的後面 我們會用其他的方式來表示 我們還是會把這個電子 我們想要變成所謂的 我們一個特定其實的i比方R 把它拉回到類似直流的表示式 我們在後面的圖後 我們會學到所謂的is值 我們會想辦法把這個東西 把這個公元表示一樣 變成i比方R 只是這個i比方是另外一個 是一個is的平方 那接下來我們再看一下 這個電容跟電感 電容跟電感 其實它會產生的是說 它的起壓力跟起壓力 會相差90度 所以我們在學這個 比如說電感的時候 電感我們知道說 它是b等i乘上9mL 這是電感它等效率放直 這個j代表是一個 這個j代表1的較90度 所以說對於電感而言 它的電流的向量 假如在這邊的話 在這邊的話 它乘上j的同時 就是這個向量它會直接 會加90度 所以說這邊它就加了90度 表示到這邊來 j代表加90度 這個omegaL 只是代表說 b跟i它們兩個半徑的有識 omegaL代表它們兩個半徑 就是這個b 這個i乘上omegaL 它的半徑就變成這邊的半徑 所以說對於電感而言 它的角度是 b領先i90度 那對於這個電容而言 它的等效率 就是回到上面這個式子 這邊我們在檢視說 電壓跟電流的關係 這個 i 比如說這個c打b 減掉c打i 事實上就是等於這個夾角 c打b減掉c打i 事實上就是代表b跟i的夾角 所以說在這個上面 這個夾角是正的90度 這個夾角是負的90度 那當你把這個90度 正負90度 代入cosine的時候 它就是等於0 你假如c打b-c打i 它是等於這邊 所謂的正負90度的時候 cosine的90度 就等於0 所以說這乘出來就等於0 這代表就是電容跟電感 它的平均功率消耗是等於0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就是說 比如說我對電容 比如說我對電容充電 它實際上它不會消耗 它不會消耗能量 它只是一個儲存裝置而已 它會在其他的時間 把這個能量再補回去給你 你對電容而言 反正你給它多少 它就消耗多少 它就是真的就把功率消耗掉 就把能量消耗掉 但是對於電容而言 或電感而言 就是你把能量傳給它 它存在裡面 接下來會在電話以後 它會把能量傳過來給你 它會不會給你 所以說平均來說 你傳給它的時候 它在吃能量 它把這個能量吃進去 所以它有消耗功率 你看到它的功率是正的 但是等到它把能量傳給你的時候 變成說它是提供值 它的功率是負的 所以它就有正的功率 又有負的功率 平均下來它就能量 所以說我們在看所謂電感跟電容的時候 它會有順時的功率消耗 是算得出來的 它在某一個時間點 你可以說你看等效 在某一個時間點 它是有功率的 它是有功率的 它是正的 但是平均下來 它是能量 所以說這邊 這個式子從頭到尾講 都指的是平均的功率消耗 平均值 這邊要你去算說 每一個元件它的平均功率 那這間平均功率算盤 就是去對每個元件 去帶入所謂的 那個 二分級 VM,I,M,Fx7,B.7 你不知道說 每個元件它的 跨壓 以及它的電流 所以說在這邊 我們要先用Match Energies 去得到回路電流 所以說我們這是一塊兒先這樣子 先用Match Energies 先假設說 這邊有一個環路電流 是I1 這邊也有一個環路電流 是I2 那接下來呢是 在這個Match Energies裡面 我們很幸運地發現說 你假設左邊這個電流是I1 你看到這邊就有一個電流源了 所以說你可以直接就知道說 I1它就等於4的焦點 你直接知道這個回路電流 它的成分是多少 那接下來你要再去求這個 第二個 右邊這個I2這個Match 那要繞一圈的總壓降為0 所以說從這邊出發 這邊有一個IR 這邊是往上的電流是I2 還有一個往下的電流是I1 所以我們在看這邊的壓降的時候 是代表這邊的進電流 所以是往上的I2 減掉往下的I1 減掉往下的I1 在這邊 那接下來我們在減掉這個 5J 再乘以I2 就是這一段的壓降 再減掉60的角度 30度 繞一圈的總壓降為0 這個角度就是 0.86加上0.5J 這個東西帶進來 60乘上0.86 這個大概等於50 這邊寫1-52 那接下來這個60乘上0.5J 的話變成30J 這邊有個-J10的I2 這邊有個-5的 正J5的I2 比降之後變成-J5 這一項 跟這一項比降以後 它變成-J5 -J5 再移到等號的右邊 所以右邊也看到一個正J 這邊有一個-J10 乘上-4 它變正J40 這一項跟這一項又可以消掉 在這邊就是 所以這是要10J 減掉52 那待會我再把這個J5再除下去 就得到這個I2 這上面主下面就是 這一項等於2 這一項就等於-1除以J的話 會變成正J 再變10.4J 再換個角度 它是10.6-79 i1-4 I2等於10.6-79 我們要去算每一個元件 它的一個 Average Power 這個P5指的是說 我們現在要算這個 右邊這個電壓源 它的一個 平均功率效率是多少 1分之1 VN是多少 VN是60 IN是多少 IN的話 看的是這個I2 I2的這個電流 它的IN是多少 IN是10.6 在這邊 10.6 IN 那系達V是30度 系達IN是79 所以這是1分之1的 60乘上10.6 cos的系達V 減掉系達I 這負49度 分出來是207.8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右邊這個電流源 在這邊你要算這個電流源的功率相耗的時候 你要注意解釋 誒 它的跨壓在哪裡 誒 它的跨壓其實我們並沒有算出來 它的跨壓其實我們是要用 用 這個I1 I1 去乘上這個 20欧姆 再加上這個 I1 減I2 再乘上這個 J10 就是等於說你是用這邊的壓項 加上這邊的壓項 來得到B1 所以 這個B1呢 代表這個電流源它的一個壓項 它就等於20欧姆 20欧姆 乘上I1 再加上 J10 這個電感 乘上I1 減I2 I1 向下 I2向上 所以這項呢代表 向下的電流 所以說這邊 4-2 這邊有一個2 然後接下來再乘上10J 所以就有20J 減掉 J10.4 這邊有一個J 所以這邊有一個 J乘上 這邊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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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為說右邊這個是負載 左邊這個是電源 就是它的電流流向 還有它的跨壓正負號的一個表示 假如它是流進正端 它就一般的是資物法上負載 因為我們討論公益消耗 通常是討論負載的公益消耗 那電源因為它的方向 剛好是跟負載是不一樣的 所以說在這邊它的電源是流出正端 反正用控制的是負的2分之Vm Vm是180 In是4 Cosine的cd 6.2-cdm 所以說這邊算出來會是負367.8 接下來我們再算這個電阻 電阻的話就是這個 電阻是2分之1i0r i是in 2分之1i0r 2分之1i0r i0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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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其實這個 你在算這個 不管是負J5 這個電容還是電感 其實你在這邊根本不用算 因為我們說過 電感跟電容它的比率公益相當是哪一邊 因為它的b跟i的夾角是下距離 所以說這個式子 你可以花時間去算 但是你算出來的結果 兩個都會等於這個 最後你就會去總結一下說 我跟剛才所講說 我要去驗證所謂的 能量手的電率對不對 把p1加p2加 就是把所有原件的功率 都加起來 全部加起來 它叫我們值得等於0 OK 所以說就 流出去的 對 提供的跟接收的 這個值是一樣的 所以就是符合能量手的電率 就是符合能量手的電率